对,特别是第二次跳伞,跟大队长在一起,我真的不知道当时雷宇的心情是怎样的,一波能跟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吗? 对,两次的跳伞也是不一样的心情,其实第一次就像张大队说的,可以跳伞,但是慌着,就是面对险情,你明明可以更加的能力去处理 其实到第二季之后,雷宇也成长了很多,跟张大队一起飞行,也是觉得更加的有使命感的,肩膀上的弹子很重的,觉得不管怎么样,一定要听队长的命令,一定要把队长给救回来 但是我们看完了之后,感觉张成大队长那个时候是骗了雷宇? 是的,是的,对,我觉得当时,我觉得张庭就说,先跑一个视角,然后雷宇在张庭大队长的心目当中,一直是个好瞄准 所以说一开始,他要,他第一次失误了以后,要退会员部队的时候,我先让他去叠伞,其实是在某种程度上,是一种网球 然后最后一次,最关键的认为,还带着他一块飞上天,只要我们安全降落,他肯定就会留下了 但没想到出现了这副险情以后,必须得先保年轻人 所以说,一博你是怎么理解大队长做出这样善意的欺骗? 你觉得他... 就像队长说的,觉得这一代的年轻人是更加的有航空理论 可能有跟前一代的飞飞人不一样 张大队长想挽留一个有才华 需要一些沉淀的一个这样的模练 对,磨练的一个这样的感觉 所以让他去包散也好,然后再让他感受心情的发动机也好 是,我觉得这也是对于队友最好的保护,真的是那样的一刻 我们完全可以理解张大队长这种善意